欢迎收看8月7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 土城区的大部公廟是举办了中原祭典 6号的晚上是邀请到明华园歌仔戏团来演出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来观赏 另外包括了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中和区长邱锤毅 还有多位的名义代表 也在当天前往大部公廟来祭拜 为地方祈福 土城大幕公廟举行中原祭典 新北市长朱立伦率领地方各界祭拜 而这座庙虽然位居土城 不过却是由土城中和板桥三地的地方人士 担任管理人 在每年的中原祭典进行祭祭 而他与地方的关系 要追溯到百街宝石三庄的时期 因此又称为百街一种大幕公廟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幕公可以说是对北区很多生人生人 台湾人十三庄尤其对我们土城、邦居、中和地区来说 很多这种可以共同大家来参拜 共同我们今天办一个宜兰姓会 可以说在中原普遍的时刻每一年非常重要的宜兰 今年是轮到中和区担任管理人进行主祭 而立法委员张庆忠特别邀请明华园前往演出 明华园的演出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观赏 每一年中原节庙里举行祭典 尤其是这几年会安排地方戏曲的演出 邀请地方乡亲来到现场 使得整个祭典犹如庙会般的成为地方上每年的宗教盛事 中佳新北新闻土城参谋到